所以有關我看到這 那最黑心的源頭到底是誰 大家說是大同廠機了 它進口這樣的油 但是我們說呢 那為什麼 自由起家的鼎芯 你還是要去跟它買這樣的劣質油 自由起家的鼎芯 不知道這個油有什麼問題嗎 自由起家的鼎芯呢 在衛泉要求衛泉成立了油品事業 開始賣油 所以自由起家的鼎芯 自由呢 你搞不清楚油品的問題嗎 你再次都知道要買便宜的爛油 然後再高價賣給衛泉 再賣給消費者 你完完全知道這個市場的狀況 所以現在我們能夠相信 所以竟然能夠相信這個良心呢 你剛剛講得非常好 因為他是兩代三代 那他也跟大家講 這是他爸留下來了 所以他一直在講典範 他一直不斷的在講那個良心 講那個誠信跟誠實 就是很難讓人家理解 10月16號爆發這件事情以後 他還竟然可以跟大眾講這件事情 然後一有所指在批大統 那大統那個高正麗大概聽了很不爽 就你買我家的油 然後往後面再去做 你沒有比我好到哪裡去 竟然在這樣子的說 還有一個就是結構性的問題 大家去看六年前大概2008年 台灣社會進入了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他進行了這樣子的一個發展 就是要降低成本 而且這個降低成本 是不擇手段的降低成本 那這裡面把它原先要有的 那個不管是自由技術也好 不管是各種我們想像中 大家在迷信 或是大家都在追求天然 這件事情的背後 橄欖油 為什麼要橄欖油 因為大家想要追求健康 在這樣的風潮之下 他不願意用一個誠實的狀況 去把橄欖油的產品帶到台灣來 他在這裡面就餐 我們看的最難以忍受就是那個調色 對不對 同業力數下去調色 那個顏色馬上就變了 本來沙拉油或是本來免子油 那顏色馬上變成綠色 我們一看到綠色 哇 好天然喔 就在這種狀況下 所以你回頭問 魏嘉 不要忘記他今年年初 還跟大家講 他進了101他的辦公室 如何如何 還跟大家誇耀 他那個亡國 可是這個亡國 你看他後面 怎麼樣踩台灣人民 還有那個根底 他的根底在台灣 可是今天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包括你剛剛給大家看的VCR 他在兩岸三地裡面 他告訴大家說 中旅遊的產品在中國大陸 中旅遊的產品在香港 其他各地 可是在台灣 被發現的不是 他用這種免子油 還有這種 我們看到橄欖破油 這個過程當中 讓大家非常的心寒 那他原先宣稱的 那個飲水資源 或是大家看到 殷食商人 或是在這個發展的台商 發跡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根本就是一個虛幻 今天給大家看到是虛幻 他是用一種 非常惡質惡劣的手段 或許我們過去在講的是 中國大陸的 結果沒想到 今天在台灣 他活生生的演在台灣人的面前 而且還滿口人意 到著事情已經發生在那裡 你應該坦誠認錯 可是他告訴你 我不是心甘情願的 我是被迫的 那個過程當中 那個心痛 那個滴血 我覺得 台灣的人 那個樸實 那個質樸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看到了 台灣的文明 台灣的文化 在這一波當中給大家 非常大的警惕 我們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台灣人 你為什麼不生氣 這個政府 為什麼可以如此的放縱 請問一下 果豬 毛治國成立的這個專案小組 你覺得它有作用嗎 你每天就看到了檢調 你每天就看到了這個衛福部 在應付著所有的事情 它不是應該更高程度的 在一個平台上面 讓大家看到全面性的去做一個 這個建設性的處理嗎 從源頭到下面 到底結構性出了哪些問題 為什麼是2008年到現在 出現這麼多的問題 它有做這個追蹤嗎 這麼多的複雜的因素 它有讓大家看到 在後面 這個政府努力的在補破網 或是在這裡面建構出 我們過去犯了什麼錯 我們未來要怎麼樣進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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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看著大家看著新聞 這樣往下面一直追 一直追 一直跑 然後這個過程 大家的心一直在低嫌 那我要吃什麼 剛剛大家一直追著吳老師 那一家比較有良心的是哪一家 今天大家都在問 我要怎麼樣自保 我如何自保 這個政府我們交了納稅錢 結果今天看到的是兩手一攤 似乎沒辦法 好 所以講到這 這個人民是不是 台灣人民真是太善良 看到這裡大家也就是罵一罵而已 而且很多人說 實在不知道要吃什麼 因為什麼東西都有問題 那只好繼續吃下去吧 因為政府沒有辦法 給大家一個乾乾淨淨的食安空間 因為我們政府高官 包括行政院院長江一話 吃進口的橄欖油 副院長毛治國家 也是進口的橄欖油 不是西班牙就是義大利的 我們節目天天都在講 就要提醒您 這些政府高官們 你完全沒有跟人民站在一起 那麼民進黨 這個最大反正黨 這時候做什麼事呢 接了很多幣之後 我們就發現 這時候這麼嚴重的食安問題 為什麼沒有號召 你要去上街頭 要來到凱塔格蘭大道 要來這裡給政府施壓 為什麼民進黨在這 我們都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呢 因為你們也只會做政治鬥爭 關乎人民的吃的安全的部分 關乎到這麼大的企業廠家 當然民進黨 跟他們完全沒有關係嗎 他也是騙人的 我們待會回來